6月11日 马丽加尔在尖沙嘴为自家美容店举行开幕酒会 郑一剑、林宝怡、向海澜、张静、吴永威、谭耀文等一众好友到场祝贺 李子坦言退出娱乐圈十多年来只雇着生意 平时跟朋友们相聚的机会少之又少 但没想到今天有那么多以前的圈中朋友来支持 今天就是很感动 很感恩 他们很多朋友都来支持我 虽然我就是失踪了很久 但是在十年他们都没有忘记我 都是一直地爱护我、支持我 看着我跟我公司Cosme的成长 真的很感动 李子坦十多年来在生意上都是亲力亲为 被人称为是一位转型成功的商业女强人 但她却对这一赞誉显得不以为然 我觉得我就是爱美嘛 所以我就是希望每一个顾客 我旁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 就是表现可以看到她最美的一面 所以呢 我就是用这个理想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做什么女强人 日前蔡绍芬上传了大度照被网民质疑有喜了 张静澄清是自己翻计算机时找到以前的怀孕照而已 提到即将到来的父亲节话题 张静透露两个女儿都准备好了礼物 尤其是小女儿的礼物令自己有点哭笑不得 小女儿做了一个相框 用那个泥胶做了一个相框 然后把我跟她的照片放在里面 然后还给我做了一个泥胶的奶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我做一个奶嘴 然后她让我喊 非凡娱乐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